咱们今天做牛肉干用两个部位 这个后腿的两个部位 上面这个是米龙 圆圆的 对对对 还有哪一块 还有底下 咱把这个剔开以后 底下还有一个底板肉 也叫大黄瓜条 位于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 牛肉纤维又粗又长 适合做半干牛肉干 而牛后腿骨内侧的米龙 肉质更为均匀 是做超干牛肉干的不二之选 顺着牛肉纹理走向下刀 保持牛肉丝的完整 但孙姐切出的肉条可不一般 来我们展开看看 有多长的一条肉条 展开看看 护着点 差不多 这得有几米长了 我看看 两米 差不多 将近三米的一个长度 制作牛肉干二十多年的孙姐 刀工早已出神入化 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 他的调味秘诀了 这个是我们摘回来的山花椒吗 对 这是咱们摘回来的山花椒 好像跟我们摘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这是晾干了 晾干了之后 干了以后味道更浓了 味道会更浓郁一些了 风干后的山花椒 香味尤为浓烈 还有去山的功效 再加入少量盐和香料粉 和牛肉混合后 腌制四小时 让味道彻底融入牛肉的激励 接下来的风干环节 同样大有讲究 怎么挂呢 这个钩子直接穿过去就行了吗 这样勾上 嗯 勾上直接这样 勾着一头就行 对 超干牛肉干肉丝分明 要在自然风中风干 彻底去除牛肉中的水分 这是当地人最传统的制作方法 可以 你先进吧 哇 这小蒙古包里边还挺凉快 凉快吗 哇 这都挂了满满的都是牛肉条啊 对 而半干牛肉干则更强调韧劲 保留牛肉中的少量汁水 所以要挂在蒙古包的帐篷里两干 保留一定的水分 这样一进这蒙古包 就有天然的门链 而且牛肉味着的 风干的过程需要48小时 接下来孙姐拿出先前晾晒好的牛肉条 入炉炭烤 孙姐说这是要为其赋予灵魂 这样挂一圈就可以了 对 烤制的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一个半小时吧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对 咱们这种用炭火烤出来的味道 应该也不一般吧 对 它和电口肯定是不一样的 咱们炭烤出来的肉干吃着有一种 就是火烧牛肉干的味道 哦 电烤的它只不过是烤熟了 就是熟了 没有那种回味 对 炭烤是制作牛肉干的点睛之笔 在高温的催化作用下 浸润到牛肉中的调味料 被彻底激活 散发出富裕的鲜香 肉干表层迅速发生美拉德反应 形成焦香酥脆的口感 此时的超干牛肉干嚼劲十足 可以当零食直接食用 感觉aza和咖喚 绷彩 着 kilometers